有看过就是有病患就把他的 不是有病人家属就把老奶奶抱进来 就把他丢在你的那个检伤区 就说我现在就是要病床 然后如果没有病床我就要闹 我就要什么 高雄有一名男子 为了帮母亲要到一张病床 他甚至在急诊室里头 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前 掏出了一把手枪 因为他为了他母亲 有好的照顾跟有病床 他就从药剂掏出一把枪放在柜台 跟贵人讲说 你知道这支枪放在这边应该怎么做了 当然护士想说怎么这么有这么恐怖 医护人员都被吓坏了 有时会想到在台湾 竟然有人会拿把枪要抢病床 所幸这名男子随即遭到制服 事后发现那是一把没有杀伤力的假枪 但你永远不会知道 为了要一张病床 会把人逼到什么样程度 会不会出现更疯狂的人 在医院里头的医病关系 是缺乏性人基础的 特别是在急诊室里 是非常紧张的 家属没有安全感 他急副的需要知道 家人朋友的状况 但是急诊室的医护人员 看起来总是面无表情的来来去去 如果你是家属 你当然知道 在这个空间里头 每一个人都很忙 你知道有很多人等着被急救 但你也真的非常担心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的病况 查出原因了吗 需要做检查吗 如果要做检查 什么时候可以做 每一个问题 你都很急 你都想立刻知道答案 但是你总是非常不好意思 开口 你眼睛只会紧紧地盯着 那个你认识的急诊医师 等他看起来 好像没有那么忙的时候 你才很不好意思地 凑上前去问他一个问题 这也许是很简的问题 但总而经过一段 漫长未知的等待 才能获得解决 或者是最后根本没有警察 有的时候 你连上个厕所都不敢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怕回来的时候 你那张折叠椅 已经被人家拿走了 这真的是发生在台湾 急诊室的状况 不要说是抢病床 连家属坐的一张折叠椅 都要用抢 真的这么卑微吗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没有精神经历过的人 你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对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会生病的 临时的生病 你去过一次你就知道 大家可能就抱着那种心态 反正我还没轮到我 像我最近才去当过病人的家属 就是带朋友去医院看病 不是在自己的医院 那我去到那边的感觉 其实就是觉得 真的是孤立无人 一种 你其实需要资源 并不一定马上可以得到 急诊室是何帅影 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地点 但是当他第一次角色无患 他才看到了 在患者和家属眼中的急诊室 所有人好像都在忙碌 但是你要找一个缝隙差案去 求到你要的资源 其实真的非常困难 民众看起来就觉得说 你身在那边一直打电 然后都不看我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做他的工作 然后在脸幕里面拉起来 在里面忙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什么时候会有病床 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看我 你心中是觉得说 我一直在做对的事情 一直在做对的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忙到连吃一口饭 喝一口水 杀香料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有时候在民众之间的 眼睛里面看到是很大的落差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都不笑 你为什么我身边很痛苦 你为什么都不笑 那平常吃的药好像 就精神课的药是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这边 在家这边 OK 我会觉得 他们一直处于忙碌的状况下 然后呢 也真的是找不出空隙 跟他们讲话 那跟他们讲话之后 会觉得造成他们多余的负担 那对 然后可能只是为了一点点 自己觉得好像是小事的事情 你会觉得旁边永远有可能比你更需要资源 要好一点 好 我看一下同学报告 等一下 你说 因为本来您问我说是要做什么床 那因为现在我们有床就进去 我们去楼上要转再转就好了 可以了解 了解 谢谢你 有时候病人会觉得你讲话怎么有点心不在焉 就是有时候其实你在跟他讲话的同时 你耳朵听的眼睛看的东西 还要包含很多现场的情况 像你刚刚说的监测器就是其中一个 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讲一讲话 突然就跳起来 然后去帮其中一床的病人急救 你才刚急救完一个病人 你在里面满头大汗忙了乱七八糟 然后可能甚至什么扎针 很多东西危机动作处理完了以后 那接下来你发现在手上 就是你门口手上的病例开始会堆积 那我们就是进来一个病人 然后就蹲在那边 然后当然就是依照那个减伤的技术来做 做出动 何帅颖自己身为医护人员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急诊医生真的很忙 但是当自己的朋友腹痛如脚 他硬着头皮还是开了口 不好意思 请问医生 当他现在病况发生变化 例如说我朋友他觉得肚子痛 现在立刻发生肚子痛 那结果呢 要找医师是会不会找得到 那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后 那医师可能正在忙碌 在解释病情 要打病例 好 那我们要花时间等他 等完了之后 结果好不容易换我们 他会说他看一看 很快地马上决定要打某一支药物 打了药物之后 他会说你们去找某个护理师 那我们要好不容易去找那个护理师 找那个护理师之后 那个护理师正在忙 我们要继续等待他 然后等待他之后 他就出品药 这中间其实卡了很久 结果那一支 只是一支简单的脂肪药 但是快要等了两小时 那我的朋友其实已经就是 都已经痛到一天 对 无力有一天 但是如果身处在不好的环中 他真的会失去求生的一种 这是我讲严重的 大家都呈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好像变成是很常态 那我不知道台湾的人民是什么忍耐下来的 急诊室爆满的情况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吗 台湾人真的只能够自求多福 只能够委屈忍耐吧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会有进一步的探讨 同时今天我们要关注 发生在急诊室里头暴力的问题 张志华医师开玩笑的说 没被打过就不算是呆过急诊室 真的是这么惨吗 梅虾医院急诊室所收治的这个患者的属性 基本上和它的环境是有一定的地缘关系的 比方说 比较靠近发达行业聚集的急诊室 社会治安的暗线量相对就会比较高 来的人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 甚至还曾经发生过黑道寻仇 结果最后追杀进的急诊室 这些可以说是急诊的医护人员 他们每天都可能面对到的暴力威胁 接诊室画面中 一名男子坐在急诊室前看起来摇摇晃晃的 没多久警察来了 远警上前了解 这名男子突然情绪失控 攻击远警 常会有一些酒醉入导的民众 他就比如说倒在一些商店前面 然后救护车就把他送来医院 那有些民众看到就报案 然后就把他送来医院 有的其实就是老命狗 你会发现他可能就是前两天才看过 然后接下来他又去喝酒 那其实他会变成有一个成瘾性 他就会每天来急诊室就遇到你 所以就有点像一个老朋友这样 每次都遇到 没有碰过就不是急诊的意思 我之前遇到就是小朋友烧到39度7压 爸爸挂号五分钟他走进来 他屁头就骂 昨天我没有医德 什么叫医德 我之前在处理心肌梗塞的病人 然后他就打电话要叫小弟 他说信不信我叫小弟来打你 因为人力不足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大哥 在外面等了快一个小时 每十分钟进来咆哮一次 到最后还是处理掉了 但是晚上八点下班之后 我学长发现他在路上等着他 那帮他缝合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开始骂你 然后开始躁动 然后开始就是要挥拳打你 然后拿起那个点滴架 开始就要打你 这些其实都是会遇到的情况 一开始碰到的时候 你一定会很沮丧 你就觉得说我 我每天来做自己觉得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就来看病 然后做很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但得到的回报 有时候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医师就告诉他说 请他让位一下 我们要开始帮他做一些检查了 于是他就很不高兴 就吃上了第一拳 然后第二拳从左耳飞过去 可是呢 之后又补上了一脚 没被打过 就不算是真正的待过急诊室 多年下来的实战经验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越人无数 各个都累积了一套 察言观色的心得 暴力的状况 其实一开始会有一些征兆的 例如说 近来会先大声的引起注意 注意需要呢 有的话那你会来做的话 我们会处理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样做得很耽误好就好 但他们引起注意 其实是想要获得资源 我们医院是专业的 因为我们会有必要的服务 那我本身的话 其实当然一开始就是先辨识嘛 就是看说这个人 他到底 你潜在觉得 他就是会有危险 那你可能就跟他保持一些距离 但是当然 其实这种东西 有时候防不胜防 甚至有时候是喝醉酒的家属 他们就喝了一团 然后现在你在帮他处理他的伤口之后 是外面那个家属要进来找你麻烦 对有时候其实遇到的情况 急诊室真的是五花八门前夕百怪 你干什么 你打你干什么 你打我 我打你啊 你打我 我打你 这边都有路到 我们是没有路 好轻松你来 因为我被你打 你很奇怪 碰到这种具有攻击性的患者 肢体约束是必要手段 不过要把人的情绪降温下来 不是打个退烧针那么简单的事情 被松绑了之后心怀怨恨 那结果看当初谁绑他的 谁约束他的 他就会找你报仇 他其实眼带杀气的看着你 那你大概就要稍微心里有所防备了 刚刚是谁绑我 是不是你 这样就看着你 我当然是当下 因为确实是我绑 但是我没有立刻的回应他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战术 我要先了解他知道什么 那当然他 其实他问你 他大概心里就已经知道 就是你了 反正他就是要攻击你 碰到这种暴力事件 医护人员只能够白白挨打 跑给他追 我是170公分 他大概是100块90公分 还蛮壮的 还蛮壮的 而且是往里边重 马上 而且就在那个看诊区而已 所以其实你距离他 就像我现在距离你这样的阶级 所以你有被他攻击到吗 他几乎已经快要贴近我了 所以在那时候是 我们大概就是后打他推开了 所以有人拉住他吗 会有人拉住他 一个人才拉得出他 那时候出动了两个保存 跟一个旁边的医师这样子 所以三个 连我把他架开四个 你每天遇到心情色色的人 但是什么时候 就精神医师久了 总是会有一些感觉 会觉得说 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 那这个人好像不太对 医生 你躲在里面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没有吃饭 看医生 你看不出我们 我 你看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好像大家都是专心还是处理一件事 但是其实大家是要耳听八方的 所有的环节 你现在问任何一个护理师 他几乎可以很明确地跟你描述 现在大概急诊 什么地方正发生什么事 你会觉得他其实没有接触到 但他只知道 因为我们本来就被训练 要高警决心